開起來之後 我們第一個這邊 打勾打勾好了 假設我通通定了 數量1按選擇 自動就修出結果出來了 不過這個範例我是覺得還不太夠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它數量沒辦法用選的 而且數量這部分 假設說有點很無聊 打個AE的話會怎樣 馬上有BUG 這地方就跳出來 為什麼 這地方沒有辦法轉換 因為A它是一個Street 這邊我們有一個函數 就是Cint 所以一定會產生BUG 資料形態錯誤 所以為了預防說這樣的問題產生 你們把這個程式稍微做一個小改變 這個程式部分 假設我要把它通通改成下拉式 如果是Drop down list的話 要該怎麼改呢 第一個 利用那個表格裡面有一個插入 因為它實際上用表格做排版 那我們就在這個表格的這地方 選擇上方列 假設我這地方插入一個上方列 上方列插入之後 把數量移上去好了 然後把這個怎麼樣的刪除 Elise掉 這不要 接下來我這個button 我希望讓它怎麼樣呢 把它移到下面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好了 這個選擇表格裡面有個插入什麼 這個不是 或者我在這邊在表格插入下方列好了 下面再一列 然後 這邊好了 這邊再插入一列 表格插入下方列 然後把這一個 因為它實際上這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合併儲存格 所以按右鍵有一個修改 你可以再分割好了 它分割成一二三好了 三列 把它分割成三列 按確定 再把這一個button往下移動 把它往下移動 接下來 然後移到下面這邊好了 這一個格子把它貼上 再來就是說這邊有一個數量 我們要有一個 Drop down list 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我就直接在這邊工具箱 利用什麼呢 Drop down list 這邊有沒有 把它拖拉過來 接下來就編輯 因為一般最多你pizza不可能叫超過十個嗎 所以我們這邊就意思一下好了 1 然後2 然後可以讓人選 2 3 這邊就4 最多5個好了 意思一下 好了之後按確定 那確定以後呢 當然 好這個地方 它有三個選項 所以呢其實建議你們